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样 如果没有这么包装的话 这个Array 就被摒弃在整个六大部件的结构之外 它就不能够享受算法啦 以及其他的访函数啦 其他等等跟它的交互关系 它就不能够享受到 好 我们来看一看Array内部结构 Array就长这样子 就是宿主嘛 它怎么实现出来的呢 这个 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 原代码是TR1的版本 什么是TR1 Technical Report 1 技术报告1 是一个C++的过渡版本 介于C++1.0跟C++2.0之间 C++1.0就是C++1998 那很久了 C++2.0就是2011年 在1998到2011中间 可能是2003左右 有一个Technical Report 1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实现 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 要拿这一个版本来说呢 因为这个版本比较容易读 后面下一张投影片就会出现 最新版本的 可能是 就后面新版本4.9版 那个实现又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有 先有这个做基础 好 在这个Technical Tier 1里头的 定义是这样 Array 它是一个类 Structure 我前面提过了 提过好几次了 Structure跟Class 是等同地位的 这是一些小差别 这个我也不去提它了 地位是相同的 在这里头 Array这里头 我们要先观察的就是 它的Data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M Instance 它是什么Type呢 它是Value Type Value Type是什么 往上看 Value Type 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 模板指定 由外界指定的 我们到底是怎么去用Array呢 在某用 像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我要一个Array 元素是等数 要指定大小 这是唯一跟其他容器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其他容器都是可扩充的 你就尽量放元素吧 但是这个Array呢 必须指定大小 因为它是不能扩充的 好 所以这个Int 在我们这个元代码里头 Int就会传进来 就是这一个变量的这个类 这个类型 那这个变量 其实它是一个数字 数字 多大呢 这个10 传到元代码里面 就是这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也就是这一个参数 所以这一行就非常的直观 干什么 它里头在定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多大呢 要看这个N 这个N如果是0 如果是0的话呢 就会变成1 做什么 它允许你给定0 可是你要知道 在C++语言里面 没有Array是0的 不允许这种东西 所以 使用者说0 那它就自动的把它变成1 那如果不是0的话 那看你指定是N 就是N 这一个就是语言本身的数字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Begin跟End Begin就是起点 end的就是终点嘛 所以它的做法呢 Begin就是这个 语言上的这个数字 第0个位置 的地址 那这个End呢 就是第M个 第N个 这里N 第N个 的地址 实现非常简单 这个就是Array 注意这边 Array没有Constructor 没有Distructor 构造函数跟西构函数 它都没有 毕竟它仍然不能够被 不是那么最高级的容器 而这个Array呢 它还是仍然要模拟 语言本身的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 也谈不上有什么构造 西构函数 所以它也没有 我们来看看它的迭代器 Array本身是个连续空间 我们从前面在讲Vector的经验里面 我也已经提过了 只要是一个连续空间 它的迭代器就可以用单纯的指针来表现 不需要另外设计Class 它怎么做的呢 这个Iterator 是Pointed to Value Type Value Type就是T 所以 它 就直接把指针拿来当迭代器 非常好 这边的注解告诉你的 等路是一2.9版 我们前面才刚刚看过的 那个也是这样 因此当算法 Algorithm 本算法需要去知道这个迭代器的一些特性的时候 这个迭代器 是通过这张图 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的这张图 放到萃取机trades里面来 是怎么走的呢 萃取机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针对指针的 一部分是针对Class 所以它会跑到指针的这一部分 这个是Array 那刚刚看的是TR1的版本 非常直观 4.9的版本呢 又很让人讨厌了 头痛了 我们来看看Array在这里 它的Data 这个M-Element 这个是什么类型 是这个类型 要赶快上重弊落下黄泉去找一找 这一些类型又是什么 找到了这个 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我看一下 A-T-Type 一下子晕了 我看看是在什么地方 哈哈 就在它的上一行 A-T-Type 就是这一个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又是浅蓝色的 这一个 那这个是什么呢 操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你一样 停格在这个地方 慢慢的看 你就会看得出来 我尽量都把线条都拉好了 再讲一次 这一个变量 就是这一种类型 这种类型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 这一个呢 的原代码呢 这一个就是浅蓝色的这一个 因为它们都是一些Type Define嘛 这一个就是这一个 所以绿色的这一个数 这个Data 它的是什么类型呢 就是这一种类型 终于我们找到了这个东西 那这一个类型 好现在这边先摆着 我们来谈一下 对于宿主 你一般在使用宿主的时候 你是这么写的 写成这样可以吗 不行 写成这样可以吗 可以 体会一下这个 两者的不同 语言本身就这么规定了 上面这个写法不行 下面这个写法可以 所以 刚刚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变量 它是这一种类型 这一个Type Define 也就是右上角的 这个Type Define 一样的地位 它用这一种方式 它用这一种方式 在这一个Class 叫做Array的 这个Class 里面 去定义出一个 数字出来 何必如此呢 再看一下上一页 这样写不是非常单纯吗 直观吗 为什么要变成4.9版 这样 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不以为然的 我不认为这么做有它的好处 坏处倒是很多 我们看的时候看得眼花了乱 好 这个是Array 下一张投影片 我准备的是Forward List 这一张图呢 我只把数据呈现在 呃 资料 我整理的资料呈现在这里 我就不打算讲它了 为什么呢 因为Forward List 它是一个单向链表 而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双向链表了 你只要把 如果 倒带回去看前面的双向链表 把这一张 它相关的图 跟这个一比较的话呢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 双向链表 它可以双向的走 往前往后走嘛 而单向链表只能有一个方向 只是这样而已 好 我们用非常短的时间介绍了 Array 这个容器 和Forward List 单向链表 这个容器